Among Us 超能破坏者模式 震撼来袭 以以往模式不同的是 这次内鬼没有额外的主动技能 但是能力也非常带劲 在破坏某个装置时 会附带一些课书效果 例如 在破坏氧气室后 所有成员的行走速度会大幅度放慢 用来阻止船员做任务 破坏通信室后 所有人都将会变成灰色 以之前的克隆模式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 内鬼可以在人群中随意刀人 破坏反应堆之后 会引发地震效果 整个屏幕都会持续晃动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呀 内鬼刀掉所有人以为胜利 而船员就要找出隐藏在其中的内鬼 并且还要时刻保持警惕 迅速修补破坏任务 游戏开始 在老地图先体验一番 还是老规矩 等冷却搞破坏 先把通信室破坏了 所有人都会变成灰色 要抓住机会赶紧去刀人 仓库有个人 直接刀了 就是这么狂 哎呀 秀得挺快呀 小红 看来是他修的 先跟着 等冷却时间结束 就到了他 费劲了 小红 赶紧离开案发现场 有人报警了 这怎么没开始讨讨论就已经投票了 全机会赶紧甩锅 小子也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呀 看来得来全不费功夫 看来得来全不费功夫 OK 小蓝被逃了出去 你说这么着急干嘛呀 热火上身了吧 破坏氧气室 让他们措手不及 小黑在我身边 兄弟一起跑呀 越跑越慢了吧 时间不等人呀 真是应了你的名字 不能让他完成任务 直接刀了 哎呦 什么情况 附近还有个船员 这 这不就尴尬了呀 哎 最终我全票通过 被投了出去 换个最新的飞艇地图 来到警卫室 小宗跟我落到一起了 哎 怎么还跑了 算了 放你一条生路 来把反应堆破坏了 颤抖吧 走 去任务点蹲着 先捣一个再说 再见啦 小红 哎呦 是秀儿 对不住了呀 不是故意的 屏幕太晃 没看清楚呀 管 小蓝去了鸡腿那里 果然 化警了 看看他们怎么说 我先不说话 果然 都不知道是谁 全部选择了气票 游戏继续 这次来到大厅 先跟着他们 等会儿把通信室破坏了 就可以在人群中刀人 哦 就是现在 走 出去 找人刀了 救你了 大聪明 然后跳管道 哎呦 这船员抱得挺快呀 不出意外 大家还是选择气票 果然 一致气票 全都是灰色 这要是知道是谁 就怪了 游戏继续 自处转一下 等等冷却时间 再来 通信室 嘿嘿嘿 看看厕所有没有人 哎呦 还真有一个 直接刀了 小伙子不报警的吗 哈哈 报警也没用 反正又不知道是谁 让我来拱一下火 嘿嘿 小浪和玉儿都一起附和我 看来我的阴谋要得逞了呀 哈哈哈哈 他们也太过断了吧 直接全票通过 真是被逼疯了呀 游戏继续 通信室还没修好 早去看一下 来晚了一步 算了 先放他一马 去找找其他人 把反应堆破坏了 然后去任务点等着 哎 小灰来了 嘿嘿嘿嘿嘿 再见啦 兄弟 帮他们先修好 快溜 不能待太长时间 嗯 有人发现了鸡腿 是小子报的警 这个小子有点厉害呀 一直在推算 让我转移一下话题 不能让玉儿怀疑我 嗯 嗯 什么 这个玉儿 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我心脏可受不了呀 所有人选择了机票 游戏继续 我还要再刀两个人 就能获得胜利了 通信室破坏了 快追上他 大聪明 先把你刀了 你可真能跑呀 快 找最后一个目标 这次就不刀玉儿了 去找小子 反应堆破坏了 就在这儿等着 再见啦 哦 总算是赢了 这次的内鬼技能可真带戒 简直就是传言的噩梦呀 OK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记得持续关注 后续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模式 我们下期再见